好,那老师今天我们要介绍什么呢? 我们要介绍性质 这个叫Property 也就是这个性质的面板 这个性质蛮好用的 可以快速选取 如果你的图面很复杂 你可以快速选取里面的物件 马上去更改它的颜色 图层,线形,线宽等等 这些都很快速编辑 是相当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指令 而且马上可以修改 那怎么做呢? 我们先这样做 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要先把它打出来 所以各位同学 你待会第一件事情这么做 跟着老师动一个单行文字 如果你不能用单行 你就用多行 没有关系 那你要先确定一下 你的这个图层是在什么地方 像老师打的是白色字 因为我们上次不是有做很多图层吗? 我们就零,零号图层 所以你就先确定自己的是 零这一层 然后去打单行文字 单行文字就先点第一个点 再打第二个点 确定它的高度 高度,高度这里有写 是200 对不对 200 所以你就把它确定 然后开始打字 性质 这个怎么那么大 充了一次 单行文字 点 点 高度200 应该是OK的 所以打性质 你把那个中英文 确认一下 有的同学 会问我一个问题 像现在是变中文 你打注音的话 你看 C,E,N,S,N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问号 对不对 你不要管它 因为我们的有时候字体 有没有 都会先出现问号 直 它打问号 没有关系 因为字体的关系 它可能不支援 注音符号 但是你就照打就对了 然后再切换英文 打英文 大写的property P,R,O,P,E,R,T,Y 请你记起来 好吧 然后我们先打这个 来,各位同学 你们先做这件事情 各位同学 已经打完了这个性质property 接下来我们有一些范例 对不对 才能去套用这些性质 让你感觉到它的这个魔力 我们用圆好了 来 中心点半径 我们画一个圆 这个圆呢 我们半径 大概用十就好了 好吧 十 这是一个小圆 我用小圆才有感觉 哎呦,老师怎么会变这样 因为刚才性质已经修改了 没有关系 我们 我先把它 这个property 先叫出来 CH 这主要是这里 线形改变了 来,我把它变成 最一开始的原始设计 免得你们会害怕 好,来 好 所以各位同学 你待会就画一个小圆 半径是十 好吧 好,再画 总共画几个同心圆呢 1 2 再画 画 5个好了 好吧 所以你就画5个圆 1 2 3 4 5 我用一个夸张的线形给你看 反正你就画一个 半径 第一个只有10的圆 10 20 30 40 50 来做一个5成的圆给我 好不好 我们这样再接下来玩下一步 好 按照老师刚才要求 我们再做了这个性质 然后在下面做了一个5个小同心圆 那小同心圆比较会有感觉 来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性质 因为老师刚才说过 性质是一个很快速修改好用的指令 怎么找出性质呢 确定下你的输入是英文 输入大写的CH 一般跳出来 第一个就是Properties 对不对 所以一般像我就会 Enter就可以 它就跳出来了 它这个很好玩 比如说我先选里面的小圆 我们可以换颜色 这个是最快换法 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小修 红 我要你这么做 从内而外 不同颜色 不同颜色 不同的线形 可以吗 比如说这个是有点像虚线 对不对 第二个 你去换不同的颜色 黄色 那你会说老师我怎么 从内而外 它发现我后面变黄色 前面也变黄色 为什么 涂层 对不对 所以各位同学 这时候 你来试试看 你让第一个 比如说跑到中心线这个涂层 第二个呢 你把它跑到尺度这个涂层 可能不同涂层 就可以变换成不同的颜色咯 还记得上一次我跟你说 涂层就有点像 画那种漫画 动画 它会有不同的投影片 对不对 我现在在讲你要注意听 所以 从内而外 如果要有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线形 这个线形很好玩 你可以换 像刚才老师有一个锯齿状的线形 对不对 甚至有的可以做什么 可不可以调整半径 也可以 像这个半径是37 你会觉得老师 那我干脆调40 可不可以 可以 就变大一点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各位同学 你现在要做的任务 很简单 那给你一个挑战任务 由内而外 把五个小圆 放到不同的图层里面 给它们不同的颜色 给它们不同的线形 有的同学 你还会调整线粗 这个是粗细 我可以让它特别粗 你看我弄了一个粗的给你看 2.11 2.11 就可以特别粗 你自己用各种方式去学习的去玩 重点就是我让你知道一下 这个性质怎么跳出来 甚至它还可以说回去 隐藏起来 有没有 放在左边 这样OK 怎么打不要再忘记了 打CH CH 英文 第一个Enter就跑出来了 把它关掉就是这样 用这种方式 从内而外改换五种不一样颜色 特别的一个圆 这样好不好 来 现在交给你做一个练习 那你还记得 我都先教你用这个输入指令CH 然后按EnterProperty 跳出来 因为这个有时候打比较快 那看人 我也碰过有些人会说 老师 我喜欢用按键的 那这个你会发现性质的按键在哪边 你可能找不到 我教你 你来到这个A旁边 这里有一个快速存取的一个工作列 拉这个东西 点 因为它目前没有在这里 你点它 你要把这个性质打勾 它就跑出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性质的按键 点了 就会跑出这个 所以你有两种方式把性质叫出来 有的人在2018初始设定 并没有这个性质 同学找不到 就很慌张 那老手就一般是不会去记这个 他就直接打CH Enter就跑出来了 看你啦 好吧 我希望各位同学你试着来做一件事情 顺便来复习一下 怎么去编辑制定你的快速存取工具列 你把这个性质打勾 有的同学你也顺便去玩一下 这个你也可以把它打勾 涂层 对不对 老师这太复杂了 我把涂层关掉 可以啊 这样可以吗 所以接下来 我希望同学你现在练习着 把这个性质的工具列 这个icon 从这个自定快速存取工具列把它叫出来 然后用这个去开启看看 也试试看 从CH开启看看 那待会老师下去检查 看看你有没有做出来 好吧 我们第一节课 小功能就介绍到这里 好吧 好 最后再补充一个东西 这个properties 或性质 有 刚才有介绍 CH可以叫出来 对不对 Enter可以叫出来 第二个 最快的大概是这边 你可以把这个properties打勾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呢 你可以去检视这边 这边也有properties 性质也一样 大概比较常用的叫出性质的方式 就是有这三种 这样OK 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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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